罗马书第七章 弟兄们,我现在是对明白法律的人说话,难道你们不知道,法律统治人这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吗? 就如有丈夫的女人,当丈夫还活着的时候,是受法律束缚的,如果丈夫死了,她就不再因丈夫而受法律的束缚。 所以,当丈夫活着的时候,她若依附别的男人,便成为淫妇,但如果丈夫死了,按法律她是自由的,她若依附别的男人,便不是淫妇。 所以,我的弟兄们,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已死于法律了,为使你们属于另一位,就是属于由死者中复活的那一位。 为叫我们给天主结果实,因为我们还在肉性全下的时候,那借法律而倾向于罪恶的情欲,在我们的肢体内活动,结出死亡的果实。 但是现在,我们已死于束缚我们的势力,脱离了法律,如此,我们不应再拘泥于旧的条文,而应以新的心神侍奉天主。 那么,我们能说法律本身有罪吗?绝对不能。 然而,借着法律,我才知道罪是什么。 如果不是法律说,不可贪恋,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情。 罪恶,虽乘机借着借命,在我内发动各种贪情,原来若没有法律,罪恶便是死的。 从前我没有法律时,我是活人,但借命以来,罪恶便活了起来,我反而死了。 那本来应叫我生活的借命,犯叫我死了,因为罪恶借着借命,乘机诱惑了我,也借着借命,杀害了我。 所以,法律本是圣的,借命也是圣的,是正义和美善的。 那么,是善事使我死了吗?绝对不是,而是罪恶。 罪恶为显示罪恶的本性,借着善事为我产生了死亡,抑制罪恶借着借命成了极端的凶恶。 我们知道,法律是属神的,但我是属血肉的,以便卖给罪恶做奴隶。 因为我不明白,我做的是什么,我所愿意的,我偏不做,我所憎恨的,我反而去做。 我若去做我所不愿意的,这便是承认法律是善的。 实际上,做那事的已不是我,而是在我内的罪恶。 我也知道,善不在我内,即不在我的肉性内,因为我有心行善,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。 因此,我所愿意的善,我不去行,而我所不愿意的恶,我却去做。 但我所不愿意的,我若去做,那么已不是我做那事,而是在我内的罪恶。 所以,我发现这条规律,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,总有邪恶依附着我。 因为照我的内心,我是喜悦天主的法律。 可是,我发觉在我的肢体内,另有一条法律,与我理智所赞同的法律交战,并把我掳去。 叫我隶属于,那在我肢体内的罪恶的法律。 我这个人真不幸呀,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? 感谢天主,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 这样看来,我这人是以理智去服从天主的法律,而以肉性去服从罪恶的法律。 我们这人是以理智的法律第1000个法律。 家erson01最联系. 肉经典。